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十六號就要開打 中華隊進行最後的練習賽 調整狀況 十三號跟桃園市城棒隊 進行七局交流 以八比三收下勝利 對於投打兩端的狀態 總教練陳金鋒 都有更多掌握 今天是最後一場練習賽 那不管現在狀況怎樣 還是要去比賽 所以相信打者也慢慢 在調整他自己的型態 投手去外面有一些 讓一些投手要丟的局數 也是在調整 比賽就是透過比賽 讓每一個選手都能去調整他 該丟的局數也好 然後準備去先發也好 就是照著要去比賽的節奏 再做這樣子 先發投手四位輪值 大抵確認 將由古林瑞陽 林兆恩 江國豪 王彥晨 扛下重任 來自臺岡雄英的唯一代表 中職二軍防禦率 兼三陣王陳柏青 則將在牛棚待命 談到披上國家隊戰袍的緊張感 他坦言比二軍總冠軍賽 還要濃厚 我覺得雅冠實在比較緊張 為什麼 幸好有在二軍總冠軍賽 執掌對手兵服的風格 幫助熟悉 陳柏青逐漸適應環境 這場練習賽 他也有登板 中繼兩局送出兩次三陣 卻在突破僵局制的情況下 丟掉兩分 本場最快球速來到一百四十五公里 個人自憑狀態還可以 以正面心態迎接生涯首次的國際賽 而中華隊預計在十四號早上 搭機前往東京 展開啞冠賽的旅程 回來旅台楊威夷成為話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